好的 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我们把时间交给月薪 月薪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李娜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这是否就意味着美俄关系出现了转机 此次会面正值美国国会众议院公布了弹劾条款 会面选择的时机是否有什么样的深意 我们来看分析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卫星网怎么说 说美俄关系进展良好 当地时间12月10号 特朗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 双方就双边贸易问题 军控问题 释放两国被拘留公民问题 以及伊朗 朝鲜 乌克兰 委内瑞拉形势 等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特朗普表示 他与拉夫罗夫进行了很好的会晤 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对话 他还特别强调了改善两国关系 对俄美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 拉夫罗夫称与特朗普的会面 是在相互理解的气氛中举行的 并称特朗普正在考虑应邀前往莫斯科 参加2020年5月9号的胜利日庆祝活动 再来看看英国《独立报》的报道 会面遭到了民主党的强烈指责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马洛尼 表示特朗普总统与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会面当天 恰逢众议院民主党人宣布滥用职权 和阻碍国会调查这两项弹劾总统条款 马洛尼指责说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 本应遵守美国宪法 对美国人民负责 可是他根本没有认清对待自己的誓言 选择在此时会见俄罗斯外长 是搞错了优先次序 不仅无视众议院的弹劾条款 而且可能令人产生呼应普京的 乌克兰政策的印象 下面再来看看美国新闻周刊怎么说 美俄军控分歧难以弥合 文章指出 据报道特朗普与拉夫罗夫会见时 就全球军控体系展开了讨论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约问题 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这个条约是在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后 美俄之间尚存的唯一的军控条约 是维系全球军控格局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方面此前已经多次表达了续约的诚意 但是美方尚未做出明确回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希望扩大条约的覆盖范围 促使美俄双边军控机制 向多边军控机制转变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专家称美俄之间的分歧 可能对全球稳定造成威胁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塔斯社 塔斯社说良好关系助力俄美共赢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特朗普应当明确意识到 良好的美俄关系 对美国人 美国企业 乃至全球局势的益处 他指出美俄关系应建立在 利益平衡 务实和互利的基础之上 而美国的某些势力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他们通过一切手段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 对俄罗斯施加越来越严厉的制裁 拉夫罗夫还驳斥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 他表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在他与特朗普的会晤中 没有任何秘密信息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的 一些分析和评论 李娜 好的 月薪